说起刘凯威和杨幂,想必不少他俩的粉丝们是已经很久,没有见到他俩一起同框出现过了吧,话说,结婚的前几年,两人确实是幸福甜蜜的,偶尔到了特定的节日,还会一起散一番狗粮,然而这种甜蜜似乎并没有持续多久。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,关于两人感情的负面信息就开始不断,而在一众负面信息中,当属离婚这一信息,被发酵得最为厉害。 这部,近日网络又开始流传他俩离婚的爆料了,还想热揍了,那么事情是怎样的呢?一起来看一下吧,原来,日前,有一位疑似是刘凯威好友的女性爆料,说刘凯威已经离婚两年。 除此之外,该名女性还在社交平台上晒出了与刘凯威的合照,并称这是探班刘凯威时发的。 该女子的此条爆料付出后,一时间可谓是引发了大批网友的围观,而据悉,刘凯威方也是对此事进行了紧急回应。 刘凯威方表示,并不认识照片上的这个女子,合照只是出于一种礼貌的表现,而在事情发生后,该女子也是删除了她的爆料。 按说,刘凯威方过夜澄清了,爆料女子也删除相关信息了,事情应该是要告一段落了,但事情或没有这么简单。 这不,在刘凯威方澄清离婚爆料后没多久,认证为律师的人事就发声说,只说不认识那女的,但没有回应大家一律的离婚问题,直接说离婚还是没离婚不就完了,真够默契的。 仔细看刘凯威方的,回应,好像也反应了这个问题,只是回应了不认识,但并没有回应到底离婚没有。 话说,这又是一波悬念啊,念则争鸣,本文图片来源网络,如有半圈,请联系作者删除。